印度国内的一份秘密报告也被曝光 这份报告来自拉达克地区的警察司长 报告透露 印度军方原来有65个巡逻点 其中有26个点 印军现在已经无法前往巡逻 或者行动受到很大限制 该报告还抱怨说 解放军已经占领了位置最好的制高点 在相关区域部署了视频监控设备 包括邦弓湖南岸的黑顶 头盔顶 蝶木卓克 而我方将这三个地点分别称为 神炮山 阿尹山号和点角村等等 这两件事听起来是矛盾的 一边是美国媒体追求说 美印在卫星情报方面进行了紧密的合作 让印度军队在以解放军的对视中 获得了较大的战术优势 另一边是印度人自己说的 失去了26个过去传统的巡逻